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今天我们就请到一名美国的外交问题专家和大家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今天节目的其他内容还有 北京奥运火炬已经从巴基斯坦抵达印度 预计将有大批丧人举行示威抗议 中国网民发起抵制法国连锁超市加勒福的行动 反击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期间遭到抗议干扰 好的 首先请樊东宁为大家播送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东宁 好的 谢谢萧询 印度当局今天在首都新德里举行奥运火炬戒力活动 亲西藏的活动人士同时将在印度各地举行示威抗议 金融首都孟买的警察逮捕了大约25名试图冲击中国驻孟买领事馆的示威者 活动人士谴责奥运主办国中国最近镇压西藏的活动 在首都新德里 当局动员了大约15000名安全警卫以防范暴力活动 印度当局缩短了原计划火炬传递的路线 并限制公众接近火炬传递的路线 中东方面 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在伊拉克北部对出席一个葬礼的人们发动攻击 至少杀死49人 并且造成至少20人受伤 警方透露 这名炸弹杀手今天在基尔库克以南一个村中引爆了随身攜带的炸弹 炸案里是为一直在和一个基地组织作战的一个当地组织的两名成员所举办的 在此之前 伊拉克逊尼派阿勃人居住地区本星期连续发生致命爆炸 巴古拜和拉玛迪 星期二发生的攻击事件导致50多人受伤 近100人受伤 美国和伊拉克军事当局指责基地组织发动了这些攻击 教皇本堵今天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场露天弥撒 并继续进行他对美国的六天访问 预计有四万五千多人将聚集在为美国棒球大联盟华盛顿棒球队兴建的体育场内 聆听教皇为信徒们祈福 教皇还计划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与天主教的教育人士会面 并与其他宗教界的领袖们举行一场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动集会 在星期三举行了一次晚间祈祷仪式上 教皇责备美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们 对美国天主教会发生的儿童性侵犯丑闻处理不当 他呼吁美国教区的主教们帮助那些曾经被遭受虐待的人 非洲方面 肯尼亚总理奥廷嘉宣誓就职 担任权力分享新内阁的总理 在此之前肯尼亚选举引发了致命的政治危机 奥廷嘉今天在齐贝级总统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面前宣誓就职 在安南的调解之下齐贝级和反对党领袖奥廷嘉达成了协议 安南敦促肯尼亚人支持新任命的内阁政府 肯尼亚医疗服务部新部长对美国之音说 新内阁已经开始共同努力帮助肯尼亚摆脱选举后的危机 特别是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民众 巴勒斯坦安全官员说 以色列军队今天对约旦河西岸发动一次攻击的时候 打死了两名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 有关官员说 以色列军队包围了捷宁镇附近的一所房屋 至少一名死者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 在此之前 以色列星期三在加沙地带发动军事攻击 导致至少17名巴勒斯坦人和3名以色列军人死亡 在当地工作的一名路透社摄影记者也被打死 巴勒斯坦民族机构权力主席阿巴斯 在莫斯科一所大学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说 他希望俄罗斯最早今年6月就能够召开一次中东和平会议 最后东地问的总统拉莫斯奥尔塔 在澳大利亚接受两个多月枪伤治疗之后 返回了东地问 他之前在一次刺杀行动中受了伤 奥尔塔总统今天在东地问首都蒂利市 走下飞机时受到了成千上万 推舞着东地问国旗的支持者和学校儿童的欢迎 今年2月11号 奥尔塔在自己的官邸外面遭到了反政府武装分子的伏击 并被立刻送往澳大利亚达尔文市的一家医院 他在药物昏迷状态中曾经多次接受手术 奥尔塔的私人医生说 总统基本上已经痊愈 但是在未来几个星期中还需要医务人员的密切观察 以上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4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北京奥运火炬已经从巴基斯坦抵达了印度 并且在大约两个多小时之前开始传递 由于西藏流亡政府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 因此预计将有大批藏人沿路举行示威抗议 而印度政府也出动一万五千名警力严阵以待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印度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 北京奥运火炬搭乘祥云号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收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印度奥运协会主席卡尔玛蒂与中国奥运官员 共同举行了火炬抵达的仪式 新德里是北京奥运火炬和谐之旅境外传递的第十一站 奥运火炬在新德里的传递路线 已经确定将在从印度总统府到著名的印度门之间 不过在新德里的一条公路两旁 却有数十名秦西藏的抗议人士举行示威 他们躺在地上高喊胡锦涛停止欺骗的口号 印度警方随即将他们强压上警车 不过并不确定他们是遭到了拘留或是逮捕 由于西藏流亡政府的总部设在印度的达兰萨拉 而且藏族人士扬言要对火炬在新德里的传递